大家好 我們是第二組 咖 非常大咖 咖啡果皮果醬是開的咖 人品咖啡是現代美學的趨勢 而台灣的產值就高達700億 而台灣就相當於一年就喝掉了28.5億杯咖啡 那在種植的部分呢 每100公斤的咖啡豆會浪費到40公斤的咖啡櫻桃 在2006年到2016年之間成長了 這10年之間咖啡種植面積成長了兩倍 而台灣的咖啡果農普遍自產自銷收入為果 所以呢 無論我們提供這項果醬技術 不僅能為果農提供另一份的收入 我們也與產業合作 將他們提供給我們的咖啡櫻桃製成咖啡果醬 這項目的提供了解咖啡果皮對於營養價值及其運用 訪談業者對於本產品的參考 探討咖啡果皮果醬的可惜性 探討添加對於本產品的接受程度 並結合野生產品創造出更多不同的特色點心 現在看到咖啡櫻桃製造 而我們平常喝的咖啡都是由中間的種子部分 而其運的部分則遭到丟起 另外呢在咖啡製成的部分呢 分為水洗法及日曬法兩大部分 其中水洗法呢是利用水洗去皮 發酵脫水乾燥 再進入脫殼烘焙最後儲存 而日曬法是將新鮮的果實放到空地上曝曬 在一到兩個星期再由脫殼機脫殼後烘焙醋 其中我們的咖啡果皮有含豐富的營養價值 維爾酸呢是一種燙氧化物質可抑制腫瘤活性 具有飽肝及抗發炎的功用 而阿維酸是一種分類化學的物質 它能夠抑制黑色素也能夠扁白其蛋白 而咖啡產毛呢我們是希望說它能提供我們原物料 以及對於提供本產品的看法 另外我們也邀請台南三十三個咖啡業者 我們利用問卷發放 而且是否能夠推廣食產品 而我們反彈塔 反彈塔第一給就提到說 咖啡果皮的印象方式是什麼呢 目前咖啡與果皮都是用來堆肥 那養動回歸咖啡樹 那產品是否具有商業價值呢 如果能夠研發新產品的話 就可以多一份收入 那為什麼不開發咖啡果皮呢 老闆表示呢 通常採收的時間已經接近傍晚 沒有足夠的體力及時間去開發新產品 那老闆對於果醬的 老闆對於果醬的看法是什麼呢 比例調配已經成熟了 如果使用日曬果乾的果醬 就可以解決新鮮果皮的死效性 而且日曬果乾它有豐富的發酵性 而且甜味也比較高 另外我們有實驗卡及問卷調查法 實驗卡的部分呢 我們是利用實驗 實驗新鮮咖啡果皮果醬 以及日曬咖啡果皮果醬 那另外物件調查法呢 我們是利用發放物件 讓咖啡店家對我們延伸產品 問他們是否具有商品價值 也根據調查法得知 本產品及延伸產品的商品價值 接下來有請我們實驗總法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新鮮果皮與日曬果皮所做 所做成的果醬步驟 我們的嚴重步驟是 先將果醬瓶高溫殺菌後 一圖式所有材料襯料後 然後放入腳理及打碎 並且放入單餅醬鍋熬煮 熬煮至些許時間後 放入糖餅檸檬汁 那再繼續熬煮至104度後 關火 並且裝品倒蓋 那為什麼要倒蓋呢 因為我們想要利用熱脹的所有原理 讓它達到真空保鮮的效果 那接下來日曬的做法 其實日曬果醬的做法 跟新鮮果醬的做法是一樣的 最大的特殊最大的差別 所以就在於它的果皮需要在前天晚上 必須泡水 並且脫殼 因為要將它果乾泡軟 這樣吃起來口感才不會太差 以上是我們兩種果醬 都熬煮至104度之後的糖度及水果性的比較 依據國立大學中心食品家 然後我們最後是指說 果醬 傳統果醬都以糖 熬煮至高糖度 58到62度 低水果性 1.75到1.82 那符合上述兩項的日曬果醬 算是 的日曬果醬 具有了防腐的效果 可以儲藏日式入 那新鮮果醬 則是因為水果性排量比較高 所以容物化美 開換後要冷藏保存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延伸產品 提阿米蘇 土力 我們其實保留了最原本的馬斯卡鴻爐 如果手指餅乾 酒糖液的部分 還有卡羅瓦咖啡香甜酒 最特殊的是我們在中間 加了一層我們的自製的新鮮果醬 那我們在表皮撒了我們自己 抹的日曬果乾的果粉 讓它吃起來風味會 整個完全具有咖啡的特色 那接下來是文券調查 文券調查分析結果指出 除了味道與色德以外 新鮮果醬是業者最喜歡 接受度最高的果醬 並且有97%的業者認為 它是具有商品價值 並且百分百的業者認為 他們願意協助為我們推廣 對於我們延伸產品鐵阿米蘇滿意程度 超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業者認為 是感到非常滿意的 並且有百分之百的業者認為 他們非常具有商品價值 而有93%的業者認為 這是非常具有咖啡特色的特色商品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結論啦 第一點 業者接受度高 依據以上圖示所表出 我們的果醬是業者接受度非常的高 那第二點 關於新鮮與日賽的各項優點 新鮮果醬的優點是 因為它符合大眾地堂的需求 然後 果皮比較軟 所以熬煮之後 果醬的口感比較好 那日賽的優點是 因為它長期不佔在太陽底下 所以有一些發酵 所以具有獨特的風味 然後也解決了空間不足的問題 那它對於小農帶來非常大的幫助 是因為我們的果醬 就是對業者來說 他們是具有商品價值 那其實具有商品價值 對小農來說最大幫助就是 可以為他們增加一筆收入來源 謝謝大家